终于称丝瓜水为天活水 是深受婆婆妈妈喜爱的保湿圣品 国内丝瓜水年产值高达5到11元 如何能够有效去浓缩里面有效的物质 而缩短这运输上面能源的损耗 而减少我们为了美容而减少这种碳足迹 我想是现在每个产品都是期待的 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好的品质 可是更少的能源鼠患的成本 历史两年多发明的增加丝瓜水保湿能力的 奈米过滤薄膜技术 以奈米薄膜过滤技术取代传统的浓缩方式 薄膜过滤的原理类似RO逆渗透 能将一顿丝瓜水浓缩为100克的原料 不仅降低90%的运费 多出来的水可以留在菜园提供农民来使用 利用这台磨过滤技术让它浓缩 让它里面的多糖提升 排除多余的水分这样子 那这样子不仅可以达到那个绿资源的利用 就是我们水分可以回归大地这样子 那我们又可以把这些浓缩过后的丝瓜水 我们把它加到我们的这些产品当中 就是提升它的保湿能力 这项技术经实验的证实 能够提高丝瓜水天然多糖的含量 制成产品的保湿度更好 大一人新闻 刘星啸采访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